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惟茹 夏天來了很可怕 為什麼 因為你的身材終於要見證張 冬天還可以靠外套稍微遮一下 夏天沒有辦法了吧 如果你在穿外套的時候 就會說你神經病好不好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幹嘛 都在認真的減肥 可是有些人很可憐 明明就沒什麼在吃東西 就還是胖 也有運動 對 特別是那些 面臨更年群的婦女 吃的東西已經少到快沒辦法 維持正常的心跳了 還是再胖 今天就要告訴你到底要怎麼辦 沒錯 而且我覺得 最可怕的是人只要一胖 我跟你講就完全沒有辦法收拾 會一路胖下去 不只會有三高問題 只要身體是慢性發展的狀態 小毛病都會跑出來 另外胖不只是要看體重 還要看你的大腿 還要看你的臀部 今天要告訴你 你的大腿跟臀部跟你的健康 到底有什麼關係 另外最重要是 今天要告訴你 怎樣健康的減肥 沒錯 而且特別是 我們越來越接近終點 你會發現要受真的好難 不過還是有不少名人 靠著吃東西來受身 像是伊能靜就幫他 老公設計了菜單 當然可以瘦了十公斤 對 伊能靜的老公是為了拍戲 把自己努力的增胖 胖成一個油膩大叔 不過這個年他在上電視的時候 他的女兒小米莉 看了電視都說 那不是我爸爸 戲殺青了以後 那當然這個油膩大叔要瘦下來 所以伊能靜就為老公設計了 五日的地獄籍的菜單 獄籍 對 第一天只喝無糖豆漿 第二天早午晚只吃一支水煮玉米 第三天只吃水果 就是火龍果 蘋果 藍莓 第四天就是蛋白質 只吃蛋白質 早餐吃雞蛋 然後中午晚上吃水煮香 第五天只吃蔬菜 對 就是一些像什麼花椰菜 蔬菜 菠菜 生菜等等 就這樣五天瘦了四公斤 算不錯 不過像這樣子的一個 恢復飲食以後 就是第六天開始 就只能吃一些比較流脂的食物 像青粥 還有一些紫菜蛋花湯 讓你的胃慢慢循序漸進的 可以開始慢慢進食 他這樣子短時間內瘦了四公斤 真的是很厲害 不過伊能靜他也發文警告了說 這個菜單太魔鬼了 不推薦給任何人 因為前套在這過程當中 居然好幾次嚼軟 這個體力不及了吧 過低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雖然他這樣警告 還是有山東的一位女網友 不信邪 就是要以身試法 挑戰就對了 對 沒錯 就這樣吃了兩天上吐下瀉 第三天送醫院 結果掉了幾天點滴 沒錯如願瘦了五公斤 但是是病出來的 好慘 另外這一位就是 韓國瑪丹娜的這位顏正華 他其實你知道五十幾歲了 但是他身上是零醉肉代表 不過這個前一陣子 因為要跟這個比較小很多歲的 後輩要一起活動 他怕拖累團隊 所以他就努力的執行 所謂的身材管理的計畫 你知道短時間要瘦身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所謂 絕食 沒有啦 絕絕食 對 生酮飲食 那生酮飲食就是油脂 脂肪 蛋白質為主要的熱量 所以我們的嚴正化 他就怎麼做 他就開始三餐 餐餐都吃什麼你知道 雞蛋 奶油 咖啡 藍莓為主食 而且碳水化物盡量都不碰 再搭配這個油氧以及重訓 好啦 就這樣子 吃了兩天的雞蛋以後 到了第三天 他已經快崩潰了 他只好一邊吃著水煮蛋 一邊催眠自己 雞蛋好好吃 雞蛋好甜 就這樣眼神死的 把雞蛋給吃完了 不過就這樣三天 這個五十幾歲的顏正化 竟然靠著超狠的雞蛋減肥法 瘦下1.7公斤 三天 很厲害 不過那個雞蛋 你怎麼把它看時間 像我們台灣前一陣子就做不到 因為買不到蛋 對啦 不要問一下怡里 你怎麼看這一位 秦浩的瘦身嗎 這個菜單你覺得健康嗎 另外就是嚴正化 它是靠吃很大量的蛋白質 雞蛋 不過好像說 如果說真的買不到蛋 其實還有很多蛋白質 其實也是很好的是不是 不是一定要靠雞蛋 對 我先講一下那個 一能進幫我老公設計的這一個 就是他的餐點裡面 其實你把它仔細看一下 它其實就是最早期 我們流行的單一食物減肥法 單一食物減肥法 因為它每一天 它都吃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 比如說這一天就喝豆漿 對 然後這一天就吃 蛋白質的玉米 然後吃澱粉 都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它是用單一食物 加上低熱量的方式 正常來講的話 以我們的減重來講 你一天 其實你應該是要減掉 7700大卡 你才會瘦1公斤 才1公斤的脂肪差不多了 但是它的網路報導是說 它瘦了大概5公斤 其實這是一個不正確的減肥方式 為什麼 因為不太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受法 除非說它本來就是 因為他老公是為了拍戲而變 快速增胖 很多水腫 所以它這個方式其實是不對的 大家不要學 因為第一個熱量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飲食是不均衡的 所以負胖率非常高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它可能會產生一些 營養不良缺乏的問題 你不小心送醫院了 對 不小心就正亡了 對 然後延正化這個飲食裡面 其實它有提到 它是所謂用生酮的方式 那生酮其實它的比例上就是 如果正確的生酮飲食 應該是說 它的蛋白質比大概落在15% 5%是澱粉 80%是來自於油脂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容易造成所謂的 如果你就是一瞬間 你就這樣用這樣的生酮方式 很容易造成第一個油脂過多 而且它就用奶油 其實會容易造成LDL的增加 因為我們臨床上在看診的話 只要是超過兩個禮拜以上的 生酮飲食到一個月 其實你抽選出來會發現 它前後比較 它的所謂的LDL 壞的膽固處會增加 對 會增加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膽結石的病人 其實也是不適合這種 所謂的這個生酮飲食 其實生酮飲食 我覺得是一個滿危險的飲食方式 那它的1.7公斤 其實說多也不多 說少也不少 對 但是它其實基本上 可能就做一些脫水的動作 比較居多 洗衣機脫水也一樣 就一樣 說的都是水分 水都脫光了 對 這兩個方式 其實美其名就是用 所謂的比較低的量 然後特殊的這個油膳氮氧素 把它拉高 拉低的方式去做短期的減重 所以其實危險性滿高的 那我們減重其實可以用一些 比較正常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每天大概減 500到800大卡左右 然後另外蛋白質的量可以提高 那蛋白質的話我們可以選擇 像剛剛江醫師提到說 蛋白質有一些好的蛋白質 比如說可能蛋白質高 然後脂肪低的蛋白質 比如說像我們有建議 像如果你是吃乳味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 豆干可以點 或者是像雞蒸 雞蒸可以點 我以為這個不大好 我都不大敢吃 我先講一下 雞的內重 對 大家已經有這個疑問了 但是就我們營養素去分析的話 它確實是屬於就是蛋白質足夠 然後脂肪含量低 因為它雞蒸是雞的胃 然後還有就是牛肚 牛肚也可以 對 它們的特性是這樣 也可以吃 對 你仔細去看 它們100克裡面 都不會超過100大卡 所以其實熱量是低的 然後還有推薦就是 植物性蛋白質裡面的毛豆 因為你知道毛豆就是 高蛋白低脂之外 它還有高鮮的一個概念 還有很多質化素 對 但回歸到我們講的就是說 確實雞蒸跟牛肚 它是屬於內臟類的 我們會擋過什麼會不會太高 這就是說今天 如果你想吃雞腥 那它是高油的 那你就把它換成雞蒸 用這樣子的換的方式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對 但平常不鼓勵吃這些內臟 那你可以再點一個 比如說牛腱 牛腱也是屬於低熱量的這個牛肉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做一個替換 對啊 所以我們健康2點的官網 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文章 所以想要吃到優質的蛋白質 又不想要吃很多的脂肪 就點去看一下 裡面都有很多的介紹 不過我們每次說人家胖不胖 都是量體重 可是有些中年人 他量體重說 我明明體重就沒有什麼在增加 怎麼搞得好像我是胖子一樣 你說這種肥胖辦法 更危險是不是 周醫師 對的 我們一般其實是 我們會看那個 你的體重是否有過重 其實還是以年齡來區分 一般年輕人 我們希望說他的VMI 是在18.5到24 但是中年人或是年長者 我們的VII的標準 可以放寬一點 因為當我們年齡慢慢增長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容易遇到一些疾病 如果說我們VMI太低的話 我們身體會沒有能力去對抗這些疾病 所以要儲存一點能量就對了 對 但是我們要儲存的就是能量 然後是肌肉 不是儲存脂肪 對 因為脂肪如果說過多的話 我們就容易造成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反而更危險這樣子 對 我們門長其實會遇到一些年長者 他們來就診 他們其實就是從年輕的時候 就是開始嘗試一些 可能用節食的方式來減重 用節食的方式來減重的話 其實我們很擔心的就是說 因為他蛋白質不夠 然後就成了一個肌肉不斷的流失 肌肉量不斷的流失的結果 就會造成說我們的基礎代謝率 會慢慢的下降 我們人體的肌肉量越多 我們的基礎代謝率就越高 所以說這些人如果說慢慢收下來 慢慢減掉肌肉的話 其實他的代謝率越來越低 他就容易造成後續有一些 那這種基礎代謝率的肥胖 到底會有什麼風險 因為代謝率越來越低的話 其實會造成我們肥胖更嚴重 那肥胖更嚴重的話 他的糖尿病心血管的一些危險 心血管 糖尿病 而且血管會失能 對 而且因為肌肉量不足的話 連張者肌肉量不足 常常走路會跌倒 跌倒我們怕就骨折 骨折又臥喘 那造成很大的一個社會問題這樣子 所以你的年紀大概四十幾歲的時候 焦點體重沒有增加 可是你走路比別人慢 交通號自然綠燈 看到走過去 還沒走過去就變紅燈了 寶特瓶轉不開 你就要小心 其實你是基礎型肥胖 你不要以為你的體重沒有重 就沒有問題 沒錯 年紀大除了減肥會慢之外 你會發現就算你瘦下來 整個臉都垮下來 變成苦瓜臉 這種苦瓜臉要怎麼解決 舒醫師 要怎樣恢復效忠 一般上我們認為的苦瓜臉 就像我看 年紀大了會有三八紋 就是我們眼袋內陸會有 法令會出現 內溝的地方 眼角的下垂 這個叫三八紋 看起來就會開始 膠原蛋白流失 就會老化 你看三八紋出現 都是往下的 再搭配 如果我們在抬頭 我們的額頭上面的 抬頭紋 然後在眼角 膠原蛋白流失 結地組織鬆垮的話 你會看到你連眉毛 眉型都是往下的 要怎麼弄 整個通通往下的話 真的還是有點苦 感覺運氣不好 整個運勢都不好 所以我們就基本上 我們就是要把這些紋路給 叫不讓來流失的 給提升 給填充回來 然後基本上 就把它下垂的 譬如說眼瞼下垂 眼角下垂的 這邊 我們現在的狀況上 都是有方法 可以去利用拉提的一些素式 眼角是用拉提的素式 是不是 對 拉提的素式 眼尾拉提素 簡單的素式 就會把整個眼尾 眼角給提升起來 那這邊呢 抬頭紋怎麼辦 抬頭紋的話 我們當然是用肉的感菌 來改善 再減少抬頭紋的機率 那這一條呢 法令紋呢 法令紋的話 我們要先用拉提 然後之後再填充 為什麼要拉提 拉提是整個臉部的臉頰 我們整個把它提升 拉提起來 那你的法令紋就不明顯 然後再把它填充 流失的膠原蛋白 填回去 填回去 現在技術都是 又快又好 其實這種都是微創的 微整形的技術 事實上都不是像以前 都需要用拉皮 動大的手術 所以說夏天到了 除了身材要出去見 臉也要出去見 沒錯 周醫生 你說你有一個 獨創的方法 就是DNA飲食法 很推薦要用來減重 那是什麼東西 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 脂肪如果過多的話 我們身體的發炎的激素 會過多 那這些發炎激素 它會去攻擊 我們細胞裡面的DNA 我們DNA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叫端粒 端粒它是我們人體 長瘦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它端粒長的話 它可以去促進 我們的身體的細胞 不斷的可以正常的分裂 一代一代的一直分裂 對 所以說如果說 讓我們端粒長一點 我們會比較長瘦 也會比較健康 但是如果說 我們端粒比較短的話 那同樣的 我們就會產生衰老 產生慢性疾病 甚至就會讓我們代謝 越來越差 因為端粒就是人體的DNA 的後半段 所以它就是叫做DNA飲食 所以這套飲食 是來保護你的端粒的飲食法 是 怎麼做呢 沒錯 我們希望說是 藉由一些抗發炎的 一個健康的飲食生活方式 就是來保護我們的端粒這樣子 這邊有簡單的五招 跟輕易的五食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簡單五招的話 我們希望說我們要控制 我們每天摄取食物的總量 控熱量 對 不能吃太多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多喝水 讓我們心軟的那些 再更好這樣子 當然我們也需要說 適當的就是要去做一些運動 適當的去鍛鍊我們心肺 當然睡眠的部分非常重要 希望說11點之前要睡 對 而且一天要睡足7到8個小時 是 當然抗壓力也非常重要 對 不過這個方法很多人都在講 大家都知道 對 但都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換不到 好不好 食物要怎麼改呢 對 那輕易50的話 第一個我們還是優先 篩選一些圓形的食物 圓形的食物 對 因為裡面有一些很多的 一個豐富營養素 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摄取一些 深海魚的一個 Omega3脂肪酸 當然多彩的一個低醣蔬果 很重要 因為裡面很多 而且要多樣化的意思 多彩就是多樣化的意思 那優質蛋白質的話 它可以促進我們肌肉的一個 增長 因為蛋白質是我們肌肉 生長的一個原料 所以我們要預防肌草症 這個是非常重要 當然適當的喝一些茶 喝一些咖啡 咖啡 對 他鼓勵人家喝咖啡 對 是他說的 適當的 適當的 適當的喝 對 因為像我曾經就是幫助一個 100多公斤的女性患者 他其實來求診之前 他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壓的一些 還有不孕的一些慢性疾病 我們在8個多月的時間內 讓他瘦了40公斤 瘦下來之後 他的這些慢性疾病的 都改善非常多 可以停掉很多的一些慢性出方 而且他原本不能生小朋友 後來生了一個又再生第二個這樣子 對 按照我們這樣子 DNA 飲食法 5招50的方式的話 我們是可以確保說 他受到的大部分都是脂肪 不是肌肉 所以這一招方法就介紹給大家 沒錯 像彥寬老師每次來的時候 都會請我們喝咖啡 沒錯 彥寬老師身材又很好 氣色也很好 常常練氣功 到底有什麼功法 可以讓我們跟你一樣 對 如果從傳統醫學裡面講 這一段就很重要 我們常常講的三膠 這個上面是上膠 就是食物的進入 中膠就是韻化 下膠就是排泄出去 我們今天要講 我要美麗青春 然後不要肥 不要胖 我用的方法是 我不是為了減肥 我就把中膠固好 剛才周醫師有講到 食物攝取的量很重要對不對 等一下要教的工法 會很奇妙 你再吃飯吃飯 吃到夠的時候 筷子就放下去他不吃了 其實小孩子本來就是這樣子 不是吃兩口 就是夠的時候他就不會再吃 你看我們餵小朋友吃飯是不是 他飽了之後 你再硬餵他 他會怎樣 他等一下就吐給你看 所以這個叫做氣功縮胃法 對 他叫做補皮 然後養雞 養什麼 養雞肉 所以我們要瘦不露骨 然後肥不露油 所以跟著我很簡單 人人都能做 我把兩手放在大概胃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膝蓋彎曲寒胸收腹 你要感覺有壓到這個胃 壓到胃收進來 不是用手腰 往內收 凹進來 就站起來 感覺為這個地方打開來 再轉第二次 第二次的起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第二次我要多一個 肩膀也要跟著起來 從醫學上來講 這個橫隔膜就起來了 這邊的 拉高了 循環就會比較好 第三次就要把脾胃的氣起來 所以我這次就掌心朝上 就這樣子向上 然後落下來三次 好 我們現在反方向 變成是 一 小圈 二 小圈 然後第三圈掌心就朝上 這個功法在做的時候一定要慢 你在做的時候你會發現 一直想要打嗝 如果容易脹氣的人 你坐著坐著你就會 嗝 嗝就出來了 如果是常常脹氣 肚子很大的人 他就會開始放屁 他就會從下發啵啵啵氣 就開始上來 你多練了幾次之後 你就會發現 不太想要吃宵夜 因為食物夠了 他開始蘊化這些能量 能量就充滿我的全身 身體健康了 皮膚當然自然就會美 我們知道好看 不是皮好看 其實是肉 你看這個皮 超保養品有用 但是肉如果垂下來 或者它沒有彈性 那就不行 所以像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你都用什麼保養 其實我是練氣功 我自己是練貴妃的祕法 就是說我要養皮胃 因為皮胃好 肌肉才會有彈性 你有沒有發現年輕的時候 怎麼糟蹋他 他都是有彈性的 有的年紀 你發現不糟蹋他 他也自己不斷的掉下來 怎麼會 所以最重要是養皮胃 人人都可以練 所以這講法教給大家 幫你用氣功 來限制你的食量 其實大家都希望 自己的腳很細 對 特別是就要去游泳 穿那個比基尼的時候 大家都看那個大長腿 你知道嗎 腿出的搞不好 是比較健康的 我們廣告之後 回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俊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 我們的最新影片喔